今天余天的女婿 她就是負責這一層 把這些人都收集來的錢 掌握起來之後 她交給上面的第二層的水房 水房假設 好 今天小民雄在大陸 開了一個中國商業銀行 第二個又開了一個建設銀行 但是它的建設銀行 中國商業銀行 它可能是實際的一個 可以存入現金的 他就用現金去 用它另外一個銀行的名字 去買虛擬貨幣 加密虛擬貨幣 或者買比特幣 買了比特幣之後 它把這個錢匯到底身上 匯到你的實體銀行裡面 你的實體銀行 匯到我這邊過來 所以它中間這幾個就斷點 它就是買虛擬貨幣 洗錢換成真貨幣賣給你 反正從虛擬到實戶 再從實戶再到虛擬 它們就這樣轉來轉去 轉來轉去就對了 這個就是水房 洗錢 現在目前它們怎麼洗 因為你在大陸 中國有優頓 優頓就是一個卡插進去 它就是直接網路銀行 它可能一天限制 假設50萬或者是人民幣 所以你看它每次買 就是200至300萬有沒有 它有一個數字 50萬人民幣低一點點 對 它一天就是可以交易 那個優頓有一個上限 有一個上限 對 所以它就是200到300萬 所以它現在交給這一些 像我們要轉四手之後 到我這邊的時候 我就要把它的錢交到 幕後手腦上面去了 是 因為非常巧 徐曉仙大姑 好像也在做收水 對 也是那第三層 然後也是透過虛擬幣 來洗錢 詐騙 所以現在是很流行嗎 我們剛剛靳平有講的 我再補充兩點就是說 它現在我做了 很簡單的一張圖表 它就是有分四個階段 這個圖表裡面四個階段 就是第一個詐騙集團 它有一個首腦 首腦就是幕後的集團的首腦 它會先守第一層 所以它就是在 比如說柬埔寨 之前不是柬埔寨金邊的 那一些什麼西港的設立機房嗎 它就是設立第一層的機房 就是第一層 對 第一層 第二層叫做水房 水房就是負責把這個錢 洗 怎麼說 假水就對了 那這樣許小鮮的大顧 比較像是水房對不對 水房 第三層就是我們最比較 Raw的車手 第四層就是我們講說 我們去收這些人的雙證件 去買這些假證件 我們講的今天 把所有這些詐騙集團 它現在收水 這個錢來就是水房 收來車手的水房 要交給上面的水房 就是說車手是最低的 它最低的 它一般一組都有兩個 這三個人 它不會一個人去領錢 因為互相要監視 比如說我開車 小平在把風 你去領錢 我們三個是一組的 那誰最弱 阿官最弱領錢的人 對 領錢那個最弱的 你官最小 你一被逮到 我們兩個就跑掉了 對 那我覺得你們兩個 是像會做這種事的人 你們就有可能叫我去領 看起來沒什麼義氣 今天雲天的女婿 她就是負責這一層 把這些人都收集來的錢 掌握起來之後 她交給上面的第二層的水房 水房假設 好 今天小平兄在大陸 開了一個中國商業銀行 第二個又開了一個建設銀行 但是它的建設銀行 中國商業銀行 它可能是實際的一個 可以存入現金的 它就用現金去 用它另外一個銀行的名字 去買虛擬貨幣 加密虛擬貨幣 或者買比特幣 買了比特幣之後 它把這個錢匯到你身上 匯到你的實體銀行裡面 你的實體銀行是 匯到我這邊過來 所以它中間這幾個就斷點 它就是買虛擬貨幣洗錢 換成真貨幣賣給你 反正從虛擬到實戶 再從實戶再到虛擬 他們就這樣轉來轉去 轉來轉去就對了 這個就是水房 洗錢 那現在目前他們怎麼洗 因為你在大陸 中國有優頓 優頓就是一個卡插進去 它就是直接網路銀行 它可能在網上 可能一天限制 假設50萬或者是人民幣 所以你看它每次買 就是200至300萬有沒有 它有一個數字 50萬人民幣以下低一點點 對 它一天的交 就是可以交易 那個優頓 優頓 有一個上限 有一個上限 對 所以它就是200到300萬 所以它現在交給這一些 像我們要轉四手之後 到我這邊的時候 我就要把它的錢 交到幕後手腦上面去了 交給幕後手腦 所以它在裡面的成... 可能我們兩個不會被抓 阿關被抓機會大一點 我們兩個永遠都不會被抓 被抓之後阿關 但是這一次被抓 是因為他們當場交錢對不對 對 是因為 因為警方假扮車手要交錢 但是像徐小新大姑也被抓 她的成績比這次余天的那個 女婿 女婿還要高一層 因為她是去買虛擬幣的人 對 買虛擬幣的人 就是我講第二層的水房的人 所以現在所有的都是用台灣的地下匯隊很可怕 不會比台面上的還小 台灣的地下匯隊就是你現在你世界各地 你有銀行在那邊你有帳戶 你知道現場 好 我現在現金一億搬到小平兄桌上 來我們視訊 你看到了一億在桌上 你帶著提走了 我錢馬上打給你 就直接打到你 這麼快 很快很快很快 五分鐘之內就搞定了 所以地下匯隊就是這樣子 她從中間抽百分之三 一點 裡面的水錢 水錢 所以他們現在 那是大姑 那需要現在大姑說抽10% 因為她還要幫忙 成成剝削 不是 成成在扣 她收10%下來 還要給第二手 第三手 第四手 她下面還要給 對 所以到她自己手上 可能她只有3%到4%左右而已 那這些所有 我們因為詐騙集團 你看總共有登陸的 五十一萬件 抓到的 起訴的只有兩層 不怪 這兩層裡面起訴的 就是 輕判 輕判的就是六層有車手 所以如果傷害到底抓到 你用抓到 反正不會去搜 有可能懷刑 有可能懷刑 所以為什麼台灣詐騙這麼猖獗 對 這個其實 判得太輕 判太輕還有就是說 剛剛提到起訴很少 大家聽到很驚訝 因為他們都設很多斷碟嘛 對 其實問題在這裡 然後還有就是 這跟剛剛提到 我們詐騙的這種分層有關係 第一層 機房 有沒有被抓到的 很少啦 我好像幾乎沒有什麼印象 因為大部分都在海外 在海外或什麼 水房像徐曉星大姑公司這種狀況 那是比較少見 所以我們有機會去抓 所以通常抓到的都是什麼 剛剛我們任何警官說的 第三層的車手 因為你要真的出現在 跟人家拿錢 要真的出現去提款或幹嘛 所以你會真的出現在實體世界裡 所以如果真的要抓的話 你是有可能會被抓到的 那你在網路上操作 這個貨幣 虛擬幣買來買去 誰抓得到你 抓不到你啊 你在哪裡都沒人知道 但我們真正 為什麼有51萬 所謂51萬個詐騙犯 其實還有更下面一層 剛剛任何警官提到 還有最下一層是什麼 傻傻的把自己的帳戶提供給人家 讓詐騙集團拿來收錢的那一種人 因為你用帳戶提 因為詐騙集團騙了一個人 總要叫你匯錢來吧 那你匯錢要匯到哪裡 所以我要去騙帳戶啊 我把人家帳戶騙過來以後來收錢 收了錢趕快叫車手去領出來 所以這個 那帳戶跑得掉嗎 帳戶跑不掉 你在台灣的帳戶去收錢一定跑不掉 所以被抓到都是這些提供帳戶的人 但提供帳戶的人就是 有時候真的是蠻 我必須說就我的經驗 真的蠻多人都是被騙的 求職的時候 老闆跟你說 那你這個 會薪資嘛 對我要會薪資啊 你帳號要給我啊 但是有時候會講說 你這以前工作狀況怎麼樣 我要查核一下 你這個帳戶密碼要提供給我 有些人就提供 因為有些人缺工作 他想要急著找 然後也有說要借錢的 你要借錢 可以啊 我們不用擔保 我就立刻小而借款給你 可是你帳戶 什麼這些要提供給我 我要查核你的金融狀況跟資料 就提供了 提供之後沒多久 幾十萬進去被人家領總 就變詐騙機行洗錢 就變詐騙機行洗錢 詐騙機行洗錢 所以這個所謂五十一萬詐騙犯 是因為這些是被抓的 但大多數都沒有被起訴 那真的能起訴的 真的就是車手 真的 母后的總警員都沒抓到 我記得大家照顧